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华谊嘉庆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音乐才子黄伯伦老师 爱情导师图类图老师 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和我的男朋友是网恋 当初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非常帅呀 那我就什么都听他的 结果时间一久 我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他的 什么叫他 什么都听我 明明是我什么都顺着他 他如果不这样口无遮拦 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什么是我口无遮拦呀 如果不是他逼的 我会这样吗 我自己的女朋友我不能管吗 难道还要去管别人的女朋友 那他这不就是大男子主义吗 我自己大男子主义那要怎么样 可是我喜欢哪个男明星 他就不开心 我和那个男生讲两句话 他就这样那样的 这脾气还到底还能不能改了 为什么全部都要我改 他改一点点难道不行吗 两个年轻人 你看看这个问题提的 为什么全部都让我改 他改一些不可以吗 你们还能让人改变吗 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林 22岁来自浙江 微商女嘉宾小七 21岁 同样来自浙江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谈恋爱一年了 怎么认识的 当时我是在自己做小生意 我是卖面膜的吗 然后他可能脸上有点不好 然后就问我买 其实我不差那点钱 他多打了给我几块钱 然后我就说还给你吧 你多给我算什么意思呢 然后他就说白送给你了 那点钱你留着花吧 就这样 我觉得伤害到我自尊了 我那个时候可能在忙一些事情嘛 价钱看错了就多给两块钱 然后他就默默唧唧地一定要还给我 然后我就嫌特别烦 因为我就懒得回嘛 这怎么就两块钱的事情 也一直要炒个人要还给我 说明人这个商人经商很诚信啊 我就是特别烦 当时有事情啊 然后他那时候就直接就是骂了我 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看不起他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跟他就这样聊下去了 聊了一个月左右嘛 然后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也对对方的那个个性 也感觉有一些了解了 然后就也没有谁追谁 然后就默认地就这样在一起了 这还是一段骂来的一缘 对 怎么了 他什么都管着吗 对他真的就什么东西都管着 比如说我喜欢男明星 我觉得现场有很多女孩子 都有自己喜欢的组合啊 明星什么的 也可以通过就是各种方式去关注他呀 动态什么的 然后我就关注我一个喜欢男明星 我说他帅他就说他丑 当然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就只选一个 不管那个是明星还是怎么的 然后他主要的事情呢 就是有一次我跟他待在一起嘛 然后就看到他在给那个男明星 发一些东西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不开心 然后就告诉他 能不能不要再发了 就是商量 他当时也是一口答应 第二天又看到他发了 当时我就有点不开心 为什么 就是曾经已经答应我的事情 然后又要再做一次 然后我们就开始吵 他就开始说 我这种小事情也要管着他什么的 男明星就算了 他连我平时就是 现在我用微信比较多嘛 那我朋友圈有很多熟或不熟的人 他都要管 那一次我说我管朋友圈借相机 消息刚发出去 也没有说是 你男的要借给我 女的要借给我 他就看见了 然后就跟我讲说 如果男的借给你 你就不要接受人家的帮助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呀 难道男的女的之间 没有纯洁的友谊吗 我当时就是觉得 如果是男的借给他的话 他如果接受了 不就是欠下那个男的一份人情 到时候那个男的 如果找他帮助的话 那他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 可以就是推辞别人 我就是可能就是心眼 确实有点小 不想让他跟那个男的 有一些什么就是利益的那种关系 生生还有一个男的呢 小孩真多 还有一个男的 我跟他不熟 然后他就发过来 反正我觉得是开玩笑吧 他说请我喝茶 但是我并没有回他呀 然后他就看见 一定要让我把人家删掉 他也不问我前一后果 那这个事情 喝茶的话 你觉得可能是开玩笑吗 他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 为什么会去请你喝茶 肯定会有一些目的 或者想法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嘛 然后就告诉你 就删掉 删了吗 删了 那还有一个熟的呢 熟的我认识的那个男的呢 又怎么了 一个学长 他就是在朋友圈 也是开玩笑啊 他又看见了 又让我删掉 说啥 之前他就发了张自拍照嘛 他那个学长的姐姐 当时也是加了他 他就跟他说 挺漂亮的啊 有没有男朋友 然后他说有 然后他说 有男朋友没关系啊 分了吧 给我弟弟 然后当弟媳 然后他那个学长 还在那边复合说 好啊可以啊 挺好的 赶紧分了吧什么的 我当时就是 心里就看到一些不开心嘛 这不是个玩笑吗 那玩笑 有没有处理得很好 说有啊 那玩笑我也觉得 这件事情有伤到我呀 然后就删了 删掉了啊 他删了以后 就跟上次那个 请喝茶一样 他后来又把他们 都夹回来 那你就别删呢 你夹什么呀 因为其实他当时 跟我吵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 是很小的事情呀 而且我删别人 我也没有跟他说 说我把你删掉了 后来别人可能 有什么事情来找我 又说 你为什么突然 把我删了呀 那我也没有办法好解释啊 哦 明白了 都是这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这点小事 怎么没有办法解决呢 以后大事还怎么办呢 哦 这么说 他看你微信 或者看你手机 应该非常频繁的是吧 就是我现在 就已经没有男性朋友了 一个男性的朋友 都没有了啊 除了他吧 反正就要围着他转 他觉得 我就是看不得 他和其他男生 如果细皮笑脸的那种 我就觉得不行 什么时候细皮笑脸过了 那总会有一两次了 所有男人都不行 不行啊 他连我爸的醋都要吃 这个不是吃他爸醋的问题 你们先说事 我们再判断啊 就是有一天 就是星期六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 他答应我 就是星期天中午 会早一点过来 就是跟我一起吃饭 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懒 就是星期天中午 就没吃饭 一直等着他 然后等他到了三四点 然后他告诉我 就是他爸 就他留在家里 给他做饭 然后做家务 然后他就马上就告诉我 就是今天不过来了 然后明天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可以跟他爸来讲一下 已经跟我约好了呀 然后就直接就是 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 这个还吵架 对啊 我为什么要在乎你的感受 那是我爸 我当然应该留在家里 给他做饭了 难道我去学校陪你做饭 把我爸一个人丢在家里呀 这个闺女是没白咬 然后我就是当时一点不开心 因为被放了鸽子嘛 然后最后就越吵越厉害 他每次吵完架就开始关机啊 什么删微信啊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我还会就是打了电话 然后发了短信一直发 然后一直他都是 也是不会开机什么的 然后到现在 我也是拦得发了 这种东西 那他这以后要工作了 怎么办啊 工作当中那边有男同事啊 什么的 总得有一些社交啊 你管得了吗 他喜欢那个做蛋糕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他可以去 在一家面包店啊 这些我觉得都都不错 还按着他的兴趣来啊 对啊 那男顾客一看 好看的老板娘 多聊几句啊 就是啊 面包怎么做的呀 姑娘 你得问啊 反正就是他就是 大男的主意小心眼 那你怎么办啊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 他自己也可以处理 只是我看着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不舒服 你们俩是不是 在经常吵架 对 都是一些 青毛蒜皮的事情吵架 他一定要问我 说他和我爸谁重要 那你说我要怎么回答呢 你问他 你跟他妈谁重要 看他怎么回答 我和你妈掉水里了 你救谁啊 我妈会有有 你不会有 不不不 你就问谁重要 谁重要 一样重要 为什么是一样重要呢 一样重要 因为是亲人也是亲人 爱情也是爱情 本身他就是一定要让我 一辈子都围着他转 就连我爸都不行 我还不能孝敬了 处处地管着我 而且我喜欢出去做兼职啊 他就不让我去 兼职是干嘛 去做模特 离的什么东西 那这个模特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他做 因为他自己的腿也是不好 然后有的时候站久了 就会痛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少去参加这样的兼职 因为一直站着 他也会难受 对 这他挺心疼你的 挺好的 你腿不好就别站了吧 那也不能把我 一直管在这里啊 他每次都是觉得 我管他管得特别多嘛 什么事情都觉得 是我管着他 因为我以前的生活 就是经常跟那些朋友们一起去玩啊 什么的 就经常夜不归宿啊 自从认识了他 我就主动放弃了这些生活 因为我接触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就是总会有一些坏人 然后就是不希望他会受到那些伤害 然后不希望他兼职的话 我还是 就是我自己现在有能力啊 因为他没认识我之前 他去做兼职 也就是为了供自己的吃喝玩嘛 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可以照顾他吃喝玩了 我觉得他就是轻轻松松地待着 然后就平淡地就这样生活了就好了 明白了 害怕自己的女朋友 被像他这样的人害啊 是这意思吗 有一点点 其实就是对位说 请喝茶我过去曾经请过什么人喝茶 后来怎么了 是不是会这样 这也有一点点到位 好 那是不是在你心里面你女朋友挺漂亮的 对啊挺漂亮的 大家都会喜欢他 是男人跟他接触就没打好心眼 这倒是没有 没有你干嘛 他圈里一个男朋友都没了 那我就觉得那些男的朋友能做的事情 我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位 这倒是 可是我还那么年轻呀 他知道人事险恶 我还不知道呀 你的意思是你要试一下人事险恶 哎呀 这姑娘真单纯 那至少要等 那至少不要这样把我抓那么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今天来的目的真的像小片里说的那样 你希望他改变是吗 对 不要总是什么都管我了 只要不管你 你还是喜欢他的是吧 少管点 那个能管哪些不能管哪些 咱们就说能管哪些吧 先说不能管的吧 就不能管哪些 不能管我 就是跟别人交流什么的 那我至少可以稍微能学到一点啊 好 他总是说谁是坏人 不能管我的社交 让我自己去分好坏 还有我自己的时间 我去做兼职你不能管 要给我空间 兼职我得做 还有 跟我一起孝敬我爸 你不能觉得你自己最重要 当然还是我爸最重要了 我全家都重要 对对对 你得对我全家好 还有吗 可不可以在朋友圈秀个恩爱什么的 我之前不是说的 我自己是在做微商吗 然后微商的话 我现在已经做了 有些有成就了嘛 然后我就是觉得 我如果在那个朋友圈 发这些东西 有些人会觉得我幼稚 这不就达了我自己的形象 我觉得 那你一辈子不要交女朋友好了 不要娶老婆算了 那么幼稚 这只提要求 就这些了 这都做到就没事了 是吧 对 关键是他做不到呀 那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改他呀 谁改 他改 他要改不好呢 多少改一点嘛 我也会舒服很多了 我看你们怎么改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小兄弟 你把它当成一件 你自己的私人用品吗 不是 那他有没有自己的自由 有啊 你做了什么 美其名曰保护 实则是管制 你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爱人 还是当成一个喜爱的物品 这不是爱情 这是战予 你觉得大男子主义 和自己想当一个大男人 这是画等号的吗 何等的自私 他需要的是你一个人吗 他要有自己社会圈子 这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他的要求一点不过分 如果你真正想爱他 给他想要的 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那是真正的爱 否则就是狭隘的战予 你爱他吗 你愿意为他付出吗 你愿意让他的空间大吗 你愿意让他自由吗 你只有做到这几点 你才能配得上 跟他说 我爱你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那一下就挑破了 来 王老师 我觉得这位男生 其实他比较像女生 而你比较像男生 有没有感觉 有 因为很少男生会问女生说 我跟你爸爸谁比较重要 基本上我们男生 不会问这种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 他太爱你了 其实你哭了我有感动 你是非常想保护他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你把他弄得快窒息了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跟你赌气 对 他刚才讲了几句赌气的话 他说当然是我爸爸作为我干嘛在乎你的感觉 其实这句话你听得很难过 对不对 你也不用这样讲 其实你是爱他的 但是你也赌气起来 你也要话去伤他 对不对 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就是言语 几句话就可以让春天变成冬天 但几句话也可以让寒冬变成夏天 完美的爱情是因为爱 所以我不会伤害你 因为爱 所以我尊重你 而不是因为我管你 所以你要听我的 这样的东西 久了我觉得他受不了 你也会变成神经兮兮的 我送你两个字 从容 从容的男人最有魅力 有个例子 有人要约他 你就说去啊 我帮你出钱 他说怎么这么大方 没关系 我相信你 几点回来啊 要我去接你回来吗 支持他 鼓励他 然后信任他 因为爱 所以他不会伤害你 他不会背叛你 他不会尊重你 这样得到的爱 才是完美的爱 爱情除了从容 是一定有嫉妒的 是个男人都会嫉妒 我用四句话来形容你这个男生 看着像个绅士 曾经是个浪子 总想做个父亲 其实是个孩子 真正的爱 是彼此共同的成长 像你们这样的同名人 共同成长 慢慢成熟 如果最后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你们的这段成长经历 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不管将来你们在不在一起 我觉得彼此之间的这样的成长 非常重要 他很黏你 他很嫉妒 他就是想黏着你 喜欢你 实际上他也管不住你 他怎么可能管得住你呢 实际上他比你还要幼稚 你看过一个气质 男人在这哭得这么伤心 我告诉你 我做主持这么多年 十几年 我从来秉持的观点 就是给女生纸巾 男生绝不给纸巾 今天我破了力 我给了她纸巾 虽然我是扔给她的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是太可爱 所以说 她总想做你的父亲 你能不能反过来 做回她的母亲呢 也许就是这样 彼此的疼爱着 彼此的妒忌着 彼此都想做对方的父母 也许这段爱是非常珍贵的 虽然想想是有点好笑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好笑 你不觉得这样的好笑 真的很珍贵吗 我觉得你们俩很适合在一起 她管不了你 你也可以像母亲一样的去教导她 两人哭哭笑笑笑笑哭哭 我觉得真的挺好 因为你们俩是真感情 别说了又哭了 行了两人抱一抱抱一抱抱 来抱抱 你也真小气 我给你那一包纸巾里面还有半包 你塞兜里不给她擦一下 因为她那一包要留得自己用 你用手擦 用其他的部位擦 你非要拿纸巾擦 我觉得不要停止她们的眼泪 因为她们哭真的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还挺聪明的 她画了另外一种方式 向更多的人来秀恩爱 这明明就是秀恩爱嘛 就是秀恩爱 这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吗 这就是秀恩爱 一定要非要等到大事以后 才来那个吗 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和好呀 所有事情都没办法和好 没有办法和好就分手 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够改一点 凭什么她改 不是你改 你自己没有处理生活的智慧和能力 你怪她干什么 还有你也是叽叽歪歪 一个男人哭什么嘛 好好对她啊 好好对自己 别那么虐啊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她们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就觉得吧 我管你 我只是因为就是 可能自己真的像评委老师们说的 就是有些幼稚 我只是真的想保护你 然后让你就是成为就是 我父母或者是我心中 就最好的那个结婚对象 这样能更好地走下去 也不希望就是因为你的一些脾气 然后就是发生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 我也真的想让你好好改改你的 就什么都要管我 我真的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知道吗 虽然事情都非常的小 但是真的 你这样管下来 万一以后发生什么大事 我还没结婚呢 万一结婚的话 你这样管我 真的会受不了 所以希望你改一下你的脾气 我当然也会改的 别急着做表态 脾气肯定是改不了的 改变是互动的一种方式 学会那个方式最重要 我好了 平静一点 女生其实说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真的连你爱的人 都不再管你了 人生挺悲凉的 所以不要把这个管 看成是一种束缚 管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爱 只是他可能这个爱的方式出了问题 好吗 谢谢两位啊 请回 来 请关门 一对情侣因为外人眼中看到的 鸡毛蒜皮的小事 闹得不可开交 其实在这些小事的背后 还真是藏着很大的一些问题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看好这一对吗 看好请选择赞成 不看好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百分之八十的观众看好 百分之二十的观众是不看好的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看好还不看好 我看好 感觉他们两个还挺相爱的 谢谢 看好吗 我挺看好 还挺看好 百分之八十 你优 我觉得 就是因为在乎才会管吧 有男朋友了吗 有的 你男朋友会管你这些事吗 他对我挺包容的 挺包容的 所以你觉得有幸福感 还好吧 你看这些现在的女孩子 包容也还好 管的严也还好 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来 小伙子 看好吗 挺看好他们的 我认为有爱就能在一起 太好了 坚信和坚守这个信条 谢谢啊 他说他认为有爱就可以在一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就是爱你 爱你 有病的心 有你 命的已有了意义 我跟你说啊 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呢 是因为他特别嘚瑟 他说你这两块钱 就因为一来二去这个 其实你想想看 爱你喜欢的不就他这个女孩 身上那点小侠气吗 现在结果你来了之后 把这侠气给弄没了 还有什么呢 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能改吗 能不改 女生 你能改点吗 能 毁医屈的呀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把那戒指给叔叔 谢谢你们俩 来 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那给我点掌声吗 你给我掌声吗 我以后会改的 又哭了 你们俩亲一个吧 满足一下图老师的心愿 请两分 来来来 这边来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途牛旅游网 为本节目复合的情侣所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挺 来 开始 挺 首先要恭喜和祝福 老师们跟你们说了那么多 改起来其实挺难的 希望你们能克服 因为骄傲的人最害怕的就是 有问题的时候 不去克服自己 老让别人去改 如果你们两个骄傲的人能够因为爱都为对方做改变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老师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你当然希望这样一对在外情上那么匹配的年轻人能够开开心心地走在一起 所有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希望走进节目的嘉宾能够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遭遇了一些什么 我和他是高中同学 大学在同一个城市 他的性格活泼开了 我挺喜欢他的 但是他变了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觉得变得是他 刚开始我们俩挺好的 后来他脾气越来越大了 动不动就跟我说分手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作为他的男朋友 他做的一些事情 他也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了 他就像一个小女生一样 动不动就跟我说分手 每次都是我挽留他 我去求他 这样我真的太累了 我们之前也有差不多的经历 但是我们每次都能和好与出 这次他迟迟不肯答应我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我觉得他变了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高23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徐21岁 同样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小片当中看到女生 是不太想跟男生和好 对不对 不和好你来这儿干嘛呀 我只想让他知道他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之前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有点小脾气 爱和他闹点小矛盾 但是我们每次闹小脾气 小矛盾的时候 每次我们都能和好如初 但是这次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这次就为什么不行了 这个资料上面 你们现在还在学校再读是吧 对 是在同一所大学吗 不是 在同一个城市 不在同一所大学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谈的呀 上大学那会儿 我们是高中同学 但是高中时候并不熟悉 毕业之后有个同学聚会 那时候才知道 在同一个城市上学 然后慢慢地联系熟悉 高中三年没谈恋爱 没有 那时候不怎么熟 后来上了大学以后 然后因为在一个城市 又是老乡才熟的 是一进学校就谈上了吗 也不是 大一的时候我们都只是在一块 就是相互照顾啊 或者是一块出去玩什么 后来到大二的时候才好的 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观察 才在一起的 应该说感情基础还不错的嘛 但是他老是因为一些小事跟我生气 然后弄得我就觉得 每次都得去哄他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累 哎呀 我们现在男生都怎么了 上一段不就是小事吗 我们听听这一段的小事吧 都是什么小事啊 姑娘 你要说是吧 你说 我觉得那不是小事 他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就像有一次我和他去买鞋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们看好一双鞋 咱们就去买上就算了 别那么转了 然后他口头上答应我好好的 但是最后他转了将近四个小时 才把 那是给你买鞋 那我转那么长时间 不都是为了给你挑一双比较好的鞋吗 可是我当然想就是 想和你好好坐下来 聊聊天喝点东西 可是你是把时间都花在买鞋上了 你觉得我 那我们两个人放街 也是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也可以边逛边喝东西什么的 而且是为了给你买鞋 我才逛这么长时间的 你觉得我这对你还不行 你还有啥 我那个不是想买鞋 我只是顺便去买双鞋 但我最主要是想跟你好好坐下来 才能先 好 这事先翻篇 我们记下来 买鞋事件 还有什么事 还有 我考六级的时候 他考过了我没考过 然后他在朋友面前 他就因为我一句话 当时我也没有说什么 我就问他你过了 我只是想问一下他 你过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我罗考 我居然过了 我当时我 因为我过了 我也特别惊讶 然后我就说我过了 他说你什么意思呀 好像就都我嘲讽他一样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不是 他当时当了所有朋友的面 包括他的朋友 我的朋友 他一直都在说 我没过 他过了 然后他罗考过了 我那么努力复习 你还没有过 如果是单独 咱俩人说你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当在所有朋友面前说我呢 我问你一个事实啊 兄弟 你过了吗 没有 没过就没过吗 是 关键是他在朋友面前 他数落我 嘲讽我 感觉好像就我特别没有能力 我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他看不起我 你又看不起他吗 我没有 我只是想跟他说你哪儿错了 哪儿错了以后你这点不应该错 你不应该错你下次应该注意啊 但是你都考了好几次了 这是你说的话 确实有点嘲讽 不是 当时我的心是这么小 但是我只说的他是 问他哪儿错了 下次应该改 不是 你想你当着朋友面 不能说这个呀 确实不太好 我就记得最后一次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 就这次说分手的时候 就是本来我就特别难受 然后他就从来不说 关心我什么的 他出去玩去了 我输液呢 然后我跟他说 说你在哪儿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现在刚输完液 肚子不舒服 然后他说 你怎么这么娇气啊 说什么你输液 输液本来就难受 这你还不知道啊 在那儿说我 那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啊 我就 那我生气 但是我没有跟他说分手 他就不行 然后我生气 我就不怎么理他那两天 然后他就觉得我不理他 就跟他生气了 他就跟我说分手 你生病住院 输液 他还跟你吵架 他就说我 说我交戏 然后你就说分手 我没有说 是他说的 他生病住院 其实并没有那棉重 只是一个小感冒 他输液 好像就是对他身体 有点就是说不舒服 肚子疼 然后我当时不在他身边 在内蒙 我和我家长去玩 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 接电话的时候 他跟我说那些 他 我知道他就是让我想 安慰安慰他嘛 但是我情况 确实不允许 然后并什么情况 你不就跟家长在玩吗 有个什么情况不允许呢 我家长都在我旁边 父母在你旁边 你父母不知道你谈恋爱 对 主要是因为这些情况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 一下子数着 我就觉得你行 那你记忍忍 然后他就觉得 我没有安慰他 他当时就不是那么说 他当时如果说话 这么好生好气的话 我也不会跟他说什么 他哪怕含蓄点说 我父母在旁边了 我也不会跟他生气 他说你怎么这么交气啊 我是觉得我不在你身边 你应该自己坚强一点 什么事都需要我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你不觉得我这样很累吗 对 我在别人身边 我可以坚强点 因为那都是别人 可是在你面前 我还需要坚强吗 不是 你在我面前 就是可以不坚强 但是我不在你旁边 你是不是应该坚强点 好 好 好 关于坚强的问题 我们打一个逗号 我再问下面 男生这是你第一次 说跟女生分手吗 不是 他经常跟我说分手 只要他不高兴 就跟我说分手 而且扭头又走 顾老天他高兴了 然后再回来跟他说 干嘛出去 就跟没事人一样 然后你就又跟他在一起了 我 你也挺奇怪的 因为他做的事 太不顾虑我的感受了 他的心理位置 都没有把我摆正 他永远觉得 我不重要 朋友很重要 他没有把朋友 看得那么重 因为他给你买鞋 逛了四个多小时 不是给朋友买鞋 逛了四个多小时 他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都不忘记 教育你怎么去读书啊 对吧 你怎么会说出 他认为朋友重要呢 因为他在朋友聚会 他说我读书 适应 但是他有些话 在不知不觉 就伤害我了 他就因为一件事 就是生很长时间的气 不说分手 就这事就完不了 就分手 对 那你们俩分手过多少回 你统计过吗 怎么着也得有十几回了吧 十几回了 那今天来是 主要是我想来 你想来干嘛 因为这次我跟他说完 分手之后 他没有同意复合 因为我觉得 我挺重视这份感情的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 我有什么错 我改 但是我希望他能接受我 重新接受 让我们回到过去 以前那么好好的 我也想跟他在一起 要不然我怎么能复合 那么多次 可是他每一次都说分手 然后分完手以后 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还一而再再二三 接着说 接着说 从来就没有说停止过 那你这次是下定决心了 如果我不下定决心的话 他永远改不了这个毛病 你希望那姑娘什么样 你就觉得OK了 完美了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说 为我考虑一点 照顾我一点 不要那么强势 我听到现在 其实说的这几件事 好像都没有不太照顾 你能给我举一个 让你觉得 他完全没有照顾我的 一件事吗 就是我在打游戏的时候 因为那是星期六星期天 然后我之前早晨给他 通过电话说 我今天比较忙 不要来找我 我和我的室友朋友们 都去打游戏了 然后他不听 一直追到我们宿舍楼下 然后我回时候 才看见他在那 并且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我当时生气了 他当时一个好脸都没有 我等他 他还不高兴那时候 我觉得他没有给我自由空间 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 说我要去打游戏 但是他还一直 给我打电话 给我发点信息 还追到我们宿舍楼下 我就没见过 哪个男生的女朋友 这么自己做过 太不照顾我的感受了 让我在我的朋友面前丢面子 我明白了 他所说的 他不够照顾 是指不照顾感受 也就是说 他觉得女生 没有给他充分的 很良好的心理感受 那种感受就是 对 就那种就是 我让你陪我上街 是聊天 而不是买鞋 我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 你生病了 你别啰嗦 你把电话挂了 等我不在一起的时候 再说 对不对 对 我打游戏的时候 你就应该远远地 不要出现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立刻在我的身边 你要的是这个吧 好了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男孩 我们分手吧 这句话什么意思 翻译一下 就是不在一起了 对啊 不是 我跟他分手 只是因为我一时气愤 并没有真的想和他分手 我每次都是我和他分完手之后 我都是会去找他的 这很伤害人的 你如果真的是这么要面子 拿出自己的实力来正面子 过于的自私 只知道索取 而且是随心所欲 只能说你不够爱他 因为很难相信 一个深爱对方的人 能轻易地就说出分手两个字 久而久之 他对你的爱是一点一点地被打磨掉 我不知道女孩今天为什么来 是想再给他一次复合的机会吗 其实每一次分手之后能复合 都是因为在分的那几天 我都能想到他对我的好 然后 你主动去说我们和好吧 对 你这绝对是纵容的呀 我们能不能要一点尊严 如果这是一份真情的话 他不允许一而再再而再 分而复合 分而复合 只能是玩弄 这一次一定不能轻易饶了他 男生 你一直说他没有照顾你的心情 你真的是一个很纤细的人吗 你可不可以摸一下你的心 这没有好跟不好 因为有很多诗人 音乐家是很纤细的 可是正巧你的女朋友是大啦啦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讲话很直的人 你再跟他讲六级他没过 你再讲 你再陈述事实对不对 事实上你并没有在揶揄他 你只是在讲一个事实 你没过 我过了 你错在哪里 这些要改 你才能过 对不对 对他这个纤细的男人 他受不了 他需要你疼惜他 说没过没关系 他需要那种 他被你懂得 然后让他感觉很舒服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当你讲分手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用这个字 才能代表你心中的不爽 然后你走开以后 第一秒你就后悔了 对不对 然后你后悔就来找他 然后他又回来了 你们就同样的戏码 一直在复复 我感觉你们两个个性非常不同 像你们这样的天南地北的个性 要在一起 需要很大的智慧跟功夫 但我认为男生 在你现在的状况 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送你一句话 你的命运在你的舌头上 孔子说一言以心邦 一言以丧邦 一句话可以改变 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同样的 你的一句话 也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我觉得你需要制服你的舌头 你每次说一次分手 就伤害你们的感情 很严重 他现在已经不知道 你现在讲分手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制服你的舌头 你要从玻璃心 变成坚强的心 否则你以后谈恋爱 都会非常辛苦 女人说分手呢 多半都是撒娇 男人说分手 很大成分是要挟 就像有些人动不动 在工作当中 跟领导 说我不干了 他除了能够说分手 和我不干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 我问你 你除了说分手 你还能干点什么吗 我当时只是生气而已 我也会生气 为什么就要说分手两个字呢 你可以生气啊 你可以跺脚啊 你可以拿眼睛瞪着他 你为什么要说分手呢 对不对 女人分手很大情况下 是为了 迎求对方的注意 她是一种撒娇 那你为什么老是要说分手 如果总有一天你说分手 那么这个直愣子的人 分就分吧 那就分了咯 如果他说分手 你会怎么样 你马上就会软 所以你在自己羞辱自己嘛 你何苦来呢 我 所以说一个有自尊 有尊严的男人 尊重情感的男人 不要动不动说分手 一旦说了 就不可挽回 你呢 我其实蛮喜欢你的性格 我有点像你 我有些场合 不懂什么场合 说什么话 我经常在一些 不该说话的场合 把别人伤得半死 但是对自己的爱人 还是多少得注意一点 因为你伤别人伤一次 大不了下次不见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跟他在一块过 你还是或多或少 照顾一点自己男人的感受 有的时候 多多少少 讲过一点技巧 好不好 就这样 生活本质有一些东西 它就是这样 世人都逃不过去 知道为什么 老师们会那么去说你吗 是的 心胸太小 尤其对自己爱的女人 没有胸怀 你发现你什么事都不承担 你凭什么跟人说要和好啊 到现在为止你父母 我还不知道你谈恋爱 我当时不知道 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什么意见 挺好的 见他浓眉大眼 挺 喜欢你长相 对 所以你现在就紧追不放了 也不是因为我父母的喜欢 而是我觉得 他在意我 我珍惜我们俩这段感情 我觉得我放不下 如果今天两位要再好 你要再说分手 就真的没了 女生 我建议啊 要考验 来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年 每次那么多次能跟他和好 都是因为他其实对我也挺好的 只不过一生气的时候 就特别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现在已经知道 我之前做了很多措施 我希望你能监督我 改正我 我会以后好好珍惜我们这段感情 好好珍惜你 好好和你一起走下去 创造美好的未来 希望你这次能答应我 我会好好珍惜我们的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改 我会做给你看的 如果你不答应 我一直会做到 再说 会做到 让你看到那一天 希望你们相信 两位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一对恋人 男生把分手当成了口头禅 女生终于在若干次的被分手之后 今天想觉醒一下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 好像一如他们过去一样 有些情感大概就是一个 自己的模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二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男人很自卑 自己都养不活 还要养别人 这叫自大 动不动就说分手 那叫矫情 又幼稚又矫情 又懦弱又自卑的男生 该分就分了 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直播期间 打开途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再见